生意人必须知道的商道 早日看懂 少走十年弯路 一 不与亲戚朋友合伙做生意 一旦供财 容易断往来 二 不要透露自己的底牌 对自己的财路守口如瓶 三 不为任何人做担保 哪怕是亲兄弟 四 不能杀俗 一旦含了老顾客的心 生意也就难做了 五 不能与员工称兄道弟 姐妹相称 一旦没了应有的礼数 就不好管理了 六 可以不抽烟 但身上不能不带烟 七 以何为贵 不随意与人争吵 更不轻易与人打斗 生意人要的就是体面 有的就是气度 八 不要诋毁同行 生意厂商大忌 九 入行之前要在这个行业做过 否则不能贸然投资这个行业 十 越是做小买卖 越不能太扣 能磨灵就磨灵 否则顾客会越来越少 十一 不与顾客成口舌之快 你的口才越好 你的顾客就会越少 十二 不能借钱不还 一旦失去了信誉 今后的生意就不好做了 十三 不随意找会计 财务部的领导 一定要是自己人 十四 不主动做熟人生意 越是熟人 生意越不好做 钱收多了会被说 钱收少了还不领情 十五 脸皮能厚不能薄 否则不适合做生意 十六 越是赚到钱 越要说生意不好做 闷声才能发大财 十七 不能不会送礼 不会送礼的商人 难成大器 最后一条 笑迎天下客 财员滚滚来 我是顾军辉 只说创业路上有用的思维 我做过三个包子品牌 一年的时间 就把估值翻了六倍 三十多个跟着我的人 直接实现财富自由 我都把这些经验 录成了视频课程 里面总结了 我和特劳特先生 学到的很多经验 还有我二十多年的 实操案例 有经验有方法 在竞争如此巨大的江湖里面 我们怎么能够生存 并一军突起 还有就是怎么不断的提升认知 在未来中 不断攀登成长 不管你是企业家 老板还是资产创业小白 都可以学习 每天上下班路上 做家务做饭的时候 听一听 如果你听过我的课程 我相信你能够 从中受益匪浅 就完全打开 你对商业的认知 所以点击视频 左下方链接 去了解我的课程体系 我在课堂上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